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看1-1 科普型級的第9題 這個題目呢 我給他三個讚 這這個很好的問題 右圖是一個四面題 然後他說這個AO跟這個底面 OBC是垂直的 所以顯然同學你看 這邊是不是夾角值的90度 然後再來這個角度 這也是90度 它是一個立體的圖形 這樣子OK嗎 這個OA跟OB OA跟OC 都是垂直的 然後他給我們一些長度的條件 什麼長度的條件呢 AO 還有VO 還有CO 還有什麼 還有VC 這幾段長度都是多少 長度都是2 所以同學你顯然看得出來 這個OBC它本身是一個什麼東西 是一個正三角形 那他這個題目問的問題 他很關鍵 他就問說 請問這個側面 這個ABC這個側面 跟這個底面 OBC 這兩個平面 所張開的那個角度 那個兩面角 叫做θ 請問cosθ是多少 那請同學看到我們這裡 寫了一個小小的重點 同學 你要求兩個平面的夾角 一定要先找到 同時垂直什麼東西 它們的什麼線 膠線 你要找兩個平面的夾角 這兩個平面一定會有個膠線 那顯然ABC 跟OBC 它們的膠線在哪裡 它們的膠線 是不是VC 是不是VC 直線 對不對 好那我們看成VC線到好 來我們先看 先求同時垂直 來 VC 這個線段 直線的夾角 這個是我們兩面角的一個定義 好那接下來同學做什麼事情 我們非常熟悉 我們先找到VC線到的什麼點 來我們先找到它的終點 我們令這個終點叫做M 好來同學寫一下 這個M 是VC線到的終點 那既然是VC線到的終點 我們現在就做一件事情 做什麼事情 同學你把它連起來 你把AM 連起來 把OM 你把它連起來 來 老師等你 連起來之後 其實同學你的答案 呼之欲出 呼之欲出 為什麼 首先同學你先觀察一些事情 來 它的底面是一個正三角形 頂點到對邊中點的連線 是不是正三角形的中線 因為它是正三角形 所以這個OM 剛好也是它的膠 所以同學我問你 這個OM跟VC線到垂直 有啊 那根據三垂性定理 同學我問你 這裡是不是垂直 第一個垂直 這裡 拿一條線過來 第二個垂直 同學根據三垂性定理 這個AM 跟這個VC 是不是 它也是垂直的 對不對 三垂性定理 好我們學過 所以同學 我們要求這兩個平面的夾角 它的夾角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它的夾角就在這裡 來 這個張開的角度θ 就是這兩個平面的夾角 這個側面跟底面的夾角 就在這個地方 來同學你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這樣有沒有 什麼問題 沒有 那老師剛才講的 是不是用三垂性定理來講 其實你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首先來同學你看這個圖形 這個OAC 它是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對不對 所以這個AC線段長度 老師寫在這邊 這個AC線段長度 同學觀察力不錯 應該知道長度是2更加多少 2更加2 對不對 這段長度是不是2更加2 因為這個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這是斜邊 那同學觀察這個三角形 OAB 這是2 這段長度也是2 這個AB長度 是不是也是2更加2 可以嗎 所以同學 AB跟AC長度是2更加2 所以事實上它這個側面 本身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那等腰三角形的話 頂頂跟中頂的零線 是不是根本也是它的高 所以不管你今天從什麼角度去看 同學是不是這個圖形的結構 本身是非常清楚的 好那我們現在 同學這個題目要問什麼 要問cosθ 好要問cosθ的話 我們現在把這個三角形 的一些特徵先把它抓出來 來這邊 我是畫這個圖 這個是A 這個是M 這個是O OK 然後這個θ 好 那我們這個題目要問什麼呢 他要問cosθ 來我們看一下 來我們看一下 同學cosθ 根據我們的定義 我們知道cos是斜邊分之什麼 斜邊分之零邊 好所以我們必須知道斜邊的長度 也要知道零邊的長度 好那斜邊的長度是不是AM 來我們回過頭來看這個圖形的結構 AM的長度怎麼算呢 其實同學AM的長度很容易算 來同學你看這邊 這個AMC 好同學這個AMC 它是不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那這段長度是誰 這段長度是不是1 因為它剛好是終點 對不對 那AC的長度是多少 我們知道2跟號2 所以同學這個AM的長度 能不能算出來呢 當然是可以的 好那AM的長度 老師寫在哪裡 來鏡頭過來這邊 好不好 過來這邊 好你知道這個AM的長度 我們在旁邊 先來做一個小小的計算 AM的長度 我看一下 AM的長度 我們看這個AMC 所以它會變成AC長度的平方 所以是2跟號2的平方 減掉1的平方 所以這段長度是多同 根號2 根號7 沒有問題 好 所以這個AM長度 我們知道了 根號7 好 看這個圖形 來研究一下就好 那這個MO的長度 欸 這段長度 同學你看 這段長度怎麼算 這段長度很簡單 你看下面這個直角三角形 這個叫OMC 它是不是本身也是個直角三角形 這段長度是1 這段長度是2 所以這個OM長度 是不是馬上可以知道 來這個OM的長度 一樣用幣是定義號 來 它是不是可以寫成 來2的平方 減掉1的平方 所以這段長度是根號幾 根號3 好 這段長度是誰 根號3 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好 同學仔細研究一下這個圖形的結構 好 所以cosθ叫斜邊分之0邊 斜邊叫做根號7 0邊叫做根號3 好 答案是根號7分之根號3 我們來做有理化 所以變成7分之根號多少 25 這樣子 OK嗎 好 那謝謝各位同學 我們這一集慢慢講 我們這一集慢慢講 就跟你談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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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